Hello各位观众朋友早安 我是大铃哥 欢迎你们收看本周一的Darling Time节目 今天是10月21号 那我们来 预备看一下本周交捐指数 未来这一周他比较有 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好1021这周大铃哥给大家的提示就是 交捐指数 大家要稍微注意一下 下半周可能会回补所谓的缺口 因为大家都知道上周因为台积电法说的利多 出现一个跳高的这个跳空缺口 但是这个缺口呢 目前看起来我们目前看起来是有点疑虑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是上周一大铃哥的Darling Time 我们大概就可以 上周一分享的 就是上周本来就是会过23079那个高点 那个高点基本上已经不是特别大的压力 因为很多的原因大铃哥上周一有解释过了 但是你们要稍微注意一下 最左边第一个黄圈圈就是那个突破高点 23079那个位置的高点 当时突破的时候呢 基本上应该是个很良性正向的一个 高点突破 意思说呢 往上再延续多方的力道呢 基本上应该是要做往上延续 所以你看他 下方那个 成交量的地方 你有没有发现 当他突破高点的时候 他当时是有出现这个 成交量 而且是属于多方的量能往上买 那因为隔天的时候呢 出现这个 ASML 就是Izmoor 他的 大利空造成那个全球股市的 大幅的下挫 大家应该都会有印象 Izmoor因为他的财报利空 造成那一天 所有科技股 基本上都是 所谓的 大跳水 但是我们的加均指数 那一天 算是守得很不错 为什么 你看人家隔天 虽然是属于 跳低 过高之后他马上出现跳低 可是呢他那一天他并没有收 黑K 而且他的成交量呢 还是有自己做增加 意思说呢 当时的市场呢 对于过高那个 23079 应该是属于一个正向的看法 所以 纵使因为Izmoor的利空 那个跳峰 跌下来的时候呢 大家并没有因此而 感觉说市场的多方就已经做结束了 但是 VOT 大必要特别注意一下 因为 直到那个上周五 因为上周五是 排极定的法说嘛 所以造成一个跳翁缺口 就是我们现在画面上看见这个 上周五 上周的最后一天的交易率 你们有发现 上周五 他继续创新高之后 他加均指数是所谓的收黑K 但是更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成交量 出现了大量黑K 大家应该都可以重新出面最基本的观念嘛 只要涨高出现黑K 代表是有人卖 这个是很正常 高点有人卖 这是很正常 但是成交量才是我们在做交易上 特别去做注意的 加均指数上周五 他创这个短期新高之后 他反而出现 近期以来最大量的黑K 所以这个在我们研发上来讲是 应该是 过高这个23079的时候的 多方的量呢 基本上都在上周五 趁着台积定的法说 全部通通倒出来了 所以要特别注意一下 上周五这个是所谓的出货量 过 23079的多方量 已经在上周五 对不起 在上周五已经开始做倒货的动作 那为什么会这样解释呢 这个是 一样是加均指数的走势图 只是我们换收价线 那我们在做交易上来讲 有个很简单的研判方法 就是所谓的形态等幅 基本上在这个八九月那个做回撤的时候呢 他出现类似一个 短 WD的形态 那到了上周五 所谓的黄色框框 有没有发现 有两个黄色框框 他就是所谓的等幅涨幅的这个目标 其实在 上周五的时候呢 他已经达到了 所谓的等幅目标 所以我们会是说 那上周五利用台积电的法说跳高 交代这个等幅目标之后 有人适度去做卖出 无可厚非嘛可以 可是问题就是那个成交量 因为成交量 突然是属于的 出大量 那代表说 卖的人是真的很多 而且大家都是拆高点差不多的时候就去做卖出 然后呢 第三个 这个就是所谓的垃圾盘 你们还记不记得 上周五 家庭指数涨了433点 资料都在这边 上周五涨了433点 结果下跌的加速 一样又破千加 这个迹象 应该不是只有上周五 事实上来讲在短期来讲 你们常常应该都有看见 这种所谓的拉基盘 也就是所谓的拉指数 然后呢 一般的个股全部都在做出货的动作 这个迹象 因为他一而再再二三而出现 所以 代表说 事实上 事实上真的 有一股的卖压 他是 在做逢高出的动作 然后呢 为什么说这个缺口 会是做假的 原因就是从来做研判 因为上周五是不是做跳空 开高 产生一个所谓的缺口 那 基本上只要是跳空 代表说市场对他是有个强烈的 期许 才会出现所谓的跳空 结果你看 上周五的跳空缺口 完全都是有涨指数 结果 叠加 哈喉当当 超过千加 那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缺口 只是单纯因为 这个所谓的重圈之股 把它拉出去的 市场的买盘 其实并没有真正的进来 所以我们才会研判说 这个涨势的缺口 就是上周五这个 涨势的缺口 他应该是所谓的虚的 空虚的 他不是真正的买盘买上去的 只是因为 这个全资股 造成的跳空 好 再来一点 上周四不是说吗 市场所有的重心全部都摆在ADR 就是台积电 强势的多方也是这个缺口 这个台积电 创造出来的 对不对 结果你没有发现 大家有没有发现 上周四台积电 ADR也是 美盘 他跳高 收一个长红 那个长引线 上引线的红K之后 隔天 也就是礼拜五 台积电的ADR 马上 收破 他的 跳空 高点 那个低点 这样解释 你们没有发现出来了 台积电 这么好的利多 他产生一个利 利多 跳高 强势的上涨之后 结果 他的低点在隔天马上就被收破了 请问 如果你们在做技术面稍微有点了解的话 强势的股票 他是不是不应该 隔天就马上跌破他所谓的起涨点 因为之前 礼拜四之前台积电的ADR是属于 有点做调节的讯号 那礼拜四 利多跳高 上涨之后 隔天马上又收破他的低点 这个代表说 台积电ADR的涨势 他应该不是如同大家预期中的那么的强烈 这个就是ADR 今天如果ADR他没有展示这么弱的话 代表说老外的投资人他们对 台积电的未来 他是不应该 这么的看弱 所以你看一个强势股 今天表态 结果隔天马上就转弱 这个基本上 我们要稍微注意 所以 研判下来 大盘 上周五出现的出货量 然后呢 因为他的涨幅目标 上周五 也达到了达标 然后呢 这个垃圾盘 就是说 拉全值股 然后呢 卖家超多 就是 出这个股票嘛 这种所谓的垃圾出货盘 又持续一直在出现 台积电的ADR 一天涨一天跌 而且还跌破7涨点的低点 所以我们才会研判说 你这个大盘可能要小心 上周五出现的这个缺口 很有可能 下半周 本周的下半周 他很有可能会出现 回撤的动作 为什么会是下半周 又不是上半周 另外一个原因 这个 一个就是 我们上面是所谓的 台子期 台湾的 台子期货 下面那个是加均指数的数字 有没有发现 台子期到今天目前为止 他依然是呈现 很强势的 正价差 到上周五为止 他正价差 还有为止到200点以上 还有回复200点以上 所以呢 我们才会研判说 上周你要马上转落 有很多转落的迹象 就刚刚说过了 可是你要他马上转落 我们的期货 又没有出现转落 因为期货代表说 正价差来这么多 代表说他还没有 过度的看落 所以我们才会研判说 可能 下周才有可能出现这种 回补这个缺口的走势 好 那更重要一点 这个是废半 大家都知道 大林就把加均指数跟废半 摆在一起看 一目了然 大家可以看得出来 外国的指数 美股指数这边呢 跟台湾加均指数 联动性最高的 应该就是 只有废半走势 走势图 几乎就是走一模一样的 那你看上周五 加均指数是不是创新高 突破一个盘整的高点 创新高 因为台积性的关系 结果你看看 废半 有没有涨 其实废半其实没有涨 他自从那个 埃斯莫尔利凤之后 他就 一直在 干嘛 他就出现在盘整偏低了 所以要特别要注意 废半 他没有 出现 这个相对的赏势 也是所谓的 备离现象 所以大家要注意 节目就是这样 大林哥跟你讲 一个好的分析师基本上 不会只是告诉你 花大饼 说后面会多 多厉害 多会涨 会涨到多高 涨到火星 一个好的分析师 不应该只是会给你花大饼 而是 也要相对告诉你 未来可能会出现的风险 让大家知道说 什么地方 你要稍微小心 紧身一点 不要过度的做追高 要不然的话 套座的话 其实 不达好的 所以今天节目 最后大林哥送给大家的 如果 要出现这个回撤 回补这个缺口的话 他会出现什么的迹象 如果你想知道 在今天节目底下留言 回补缺口的领先讯号 会是什么呢 来 你下面底下留言 加来大林哥询问 我直接就告诉你 当他出现这种讯号的时候 应该就是会开始做回补 缺口了 好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 OK 拜拜 烦死 每次下班前才叫我做这个做那个 每天忙都没时间吃饭 还要一直处理同事的烂盘子 难道公司要给我两份薪水吗 所以你需要的是 严选最专业的分析阵容 从总体经济 股票分析之根本 在的是地责方产业 必在收看频道 给您最全面的看法 加入理财收看 让你赚集第二份薪水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